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学校外面有一条小河 当时每天跳舞放学 河边都围马来游泳的人们 结果有一天 一对男女进水游泳的时候 不幸溺水了 女生在河里面大声呼救 答案上同学们却根本不想管她 很快两人就因为无人抢救 不幸去世了 女孩去世后 校长害怕这件事会影响学校声誉 于是便把尸体扔进了香水道里 并且规定任何人禁止说这件事 你们谁敢说我就开除谁 但奇怪的是 从那以后学校里面每天都会有人失踪 但所有失踪的学生 第二天都会在透水沟里面被发现 更可怕的是 每天晚上十二点 河边就会出现两个长相奇怪的女人 他们会不停盯着学校 如果有同学敢跟他们对视的话 那么他第二天也会离奇失踪 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惊慌 于是纷纷退学逃离了学校 无奈之下 校长只好找来一位大师帮助自己 校长把情况跟大师说了一遍 结果大师听完后根本不怕 哎呀校长 你现在赶紧回家去 把所有的门窗都给锁起来 只要他们进不来你就没事了 于是到了晚上 校长赶紧把所有的门窗都给锁了起来 但为什么到了第二天 校长还剩无了呢